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大脑的问题 你会不会老是忘东忘西 甚至觉得记忆力不断衰退呢 这个是不是大脑老化的集训呢 今天的输果生活制 要来了解有什么预防保健的方式 让大脑健康又能保持年轻 大脑保健输果真的有办法 具备生物医学背景 和专攻全脑学习法的黎嘉玲博士 不但现身说法 更要传授我们提升脑力 降低压力增加快乐的好方法 想要大脑好 维生素C不能少 李耀桃师傅今天教你用 富航维生素C的苦瓜 做出好吃的咸淡苦瓜哦 四季零食人间四月天 苦瓜正当季 嘉义布袋正的蔡吉隆 中年转业种苦瓜 没想到他的人生化苦为甘 一起来了解苦瓜 是怎么样帮助他做到的呢 校园蔬食风正夯 来到云林献谷坑乡的桂林小学 从2007年推动蔬食午餐 在校长老师的带领下 学生们越来越乐于蔬食 因为学生都知道 不但有益健康 更能节能减碳爱地球 许多医学研究和临床证实 告诉我们蔬果中的 营养素和维生素 可以帮助大脑预防老化 让思绪更清晰敏捷 本集素食当道的主角 黎嘉玲 她是全脑学习的专家 对于保护大脑 提升脑力 不但有研究 也找出一套方法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第一个叫做大车轮运动 请你伸出你的双手 首先第一组动作呢 请你右手往前转四圈 左手往后转四圈 一 二 三 四 不稀奇哦 请你同时转 右手往前 左手往后 同时转哦 第二组动作呢 请你在迅时针往前转过去 越快越好 我们整个迅时针过去了之后呢 请在逆时针 逆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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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时针地转回来 OK 有没有发现 正在示范 但提升脑力方法的是李嘉玲博士 他不但拥有生物医学的背景 近年来更投入了全脑开发的领域 而他自己的血精力 更印证了大脑的潜力无穷 考了这个五间的研究所 然后五间全上 然后其中三间是榜首 硕一的时候又快速的考上国家考试的高考 那之后就是去教育部当公务员 那时候是最年轻的公务员 那这个都归功于我 其实有一套比较好的学习方法 可以让我这么快速的在考试学习 就是很顺利 回顾以往 李嘉玲虽然学习和求职相当顺利 但是她的生活却是饮食失调 压力过大 熬夜 作息混乱 让她的身体发出了健康警讯 我身体就垮掉了 那时候我先从这个常常感冒开始 吃东西的均衡还有压力的舒缓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时的李嘉玲才25岁 生了一场大病之后 她意识到自己不能以为年轻 就随意的会获健康 她开始找寻方法 希望能远离病魔 我觉得冲除了睡眠是最重要的 然后如果在饮食的部分 因为其实生活形态 是跟我们会不会生病 是非常大的关系 像现在有很多的癌症 或者是一些慢性的疾病 其实都跟我们的不健康生活形态 非常有关系 从小到大 求好心切的压力 真的是伤脑筋 意识到严重性的李嘉玲 采取了哪些积极的对策 来远离压力 对大脑的伤害呢 大脑真的会老 会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就我所知 20%的这个氧量 这些都会伤害我们的大脑的细胞 使它的那个所谓的细胞膜 氧化 这个都会加速我们的记忆力 专注力 各项的这个思考能力 认知能力的退化 痛定思痛的李嘉玲 开始从日常生活中最可以掌控的饮食下手 尤其是透过蔬菜水果 摄取对于大脑和身体健康有帮助的营养素 到底吃什么东西会降低压力 那吃什么东西会变得比较快乐 吃香蕉 还有吃这个葡萄柚 还有全麦的吐司 大蒜 菠菜 南瓜 跟这个樱桃 那我知道之后啊 当然我以前很少吃这些东西 那我现在就是会去市场 就会买这些东西吃 那果然哦 你真的就慢慢的会有改善 药补不如食补 李嘉玲找对了方向 从蔬菜水果中找寻有益身体的元素 尤其是维生素B群 维生素C 维生素E 和止化素 都是保健大脑和身体的最佳护卫队 最主要哦 这些物质像说维生素C 维生素E 还有止化素的部分 它们呢 最主要就是抗氧化的作用 它可以消除我们体内 因为生活压力所产生的自由基 或者是氧化压力等等 这些自由基或氧化压力会去导致我们细胞的伤害 那对这些伤害降到最低 不管是对大脑细胞也好 对身体的细胞也好都是一个好处 所以相对的对大脑的保护 就会更有一层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从多蔬食到宗教影响它 成了素食者 李嘉玲已经感受到素食的好处 最大的心得就是 以前吃肉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很累 很昏沉 然后现在反而吃水的时候 到了中午不太会累 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爱迪生曾说过 素食对我们的头脑 行为 健康和体力 都有深远的影响 李嘉玲真的感受到了素食的好处 而除了四大营养素 她更建议全方位的护脑行动 一定要身 心 灵 都照顾到 李嘉玲全面地调整了自己的生活形态 不但注重饮食内容 更找到了素押的方法 来达到身心灵的调和平衡 像我以前不运动 可是我后来发现不运动真的不行 我后来就培养了这个慢考的习惯 流汗真的可以让我就是疏解压力 那脑中也会奔入那个脑内背 那我真的觉得心情变得很好 也可以舒缓我的压力 我以前没有学打坐静坐 那我后来也是看了很多脑科学的这个期刊 跟国内外的期刊 知道说原来静坐 是个舒缓压力的最好最好的方式 大脑保持健康就能有效地提升脑力 李嘉玲的护脑大作战 除了以亲身经验 分享善待大脑的方法 还想传达一个 让大脑以及身心灵都能够更好的方法 那就是多做善事 以正向思考的力量 让生活更美好 心里会变得好和谐好宁静这样子 这会鼓励大家可以多寻求佛法 多做慈善 多帮助别人说好话 做好事 你会发现生活越来越快乐 想要跟杨领一样 拥有年轻健康的大脑 除了努力朝健康的生活形态迈进 在饮食上选择多蔬食或是素食也有帮助 这项咸淡苦瓜除了味道好之外 苦瓜中的维生素C更是保护大脑的抗氧化剂 让我们一起来学这道料理 请看妈妈不知道的事 首先我这条的苦瓜 在购买的时候我们选择颗粒比较大的 将苦瓜对开 我们将这个白抹刮干净 就可以降低它的苦味 这个附所在苦瓜上面的白抹刮得越干净 它的苦味就会降低了 刮好的苦瓜之后呢 我们把它切成块状 好我们斜切 切成一公分宽的块状 切好块状的苦瓜呢 我们现在准备一锅热水 将切块的苦瓜丢到沸水当中 做汆烫 因为我们切的苦瓜是块状的 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的苦瓜下去 沸水当中很迅速的糊掉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苦瓜是选择切块状的 我们将咸淡黄的蛋白跟蛋黄做分开 然后另外起锅 加入一大匙的油 再将咸淡黄的蛋黄入锅下去做拌炒 这时候呢我们利用中小火 将咸淡黄整个压碎 然后编至焦香 这时候锅子当中呢 会产生许多的泡泡 水煮三分钟之后呢 苦瓜会变得比较晶莹剔透 这时候呢加入我们的咸淡黄当中 这时候我们再将我们的咸蛋白呢 用剥的方式 剥一剥丢进来 那如果一开始呢 你去煎 咸淡黄跟咸蛋白一起下去爆香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将咸淡黄煸制香 好这时候呢加入一大匙的硬油 二十十匙的肺苓 然后少许的白胡椒粉 我们拌匀之后呢 加入一点点的香油就可以了 好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今天的咸淡苦瓜 咸淡苦瓜的咸香苦干 让人回味 而食材苦瓜的营养成分多元 不但每天吃一百公克的生苦瓜 就能够获得全天所需要的维生素C 还有药用的功效 本草纲目中记载 苦瓜为苦 性寒凉 无毒 可以去除邪热 缓解疲乏 清新明目 益气等功效 所以每到了夏日 苦瓜盛产时 苦瓜料理就成了健身 消暑 开胃的最佳蔬果 今天来到嘉义 看农民蔡吉隆 如何带领布袋的蔬菜产销第六班 种出质量一等一的苦瓜 蔡吉隆打造的设施 让苦瓜不但成了布袋镇的特产 也改变了全台湾苦瓜的生产版图 它的苦瓜还有一个美丽的称号 水晶苦瓜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苦瓜就是 为什么取名叫水晶 就是它很亮 光泽亮 那落实饱满 那主要就是说 我们不仅在那个 其实我们是先求品质的安全 然后再求品质 那我们有做产销铝预认证 跟吉隆普认证 那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就我们就有采用 就是用一些有机质的肥料 加上有一些那个甲壳素 就是能增加我们苦瓜的品质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中年转业的蔡吉隆 投入种植苦瓜能够成功 就是有不怕苦的精神 懂得苦瓜的好处 在面对人生的挫折难关 才能够不以为苦的勇往直前 在加入产销班的第二年 开始接手带领产销班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 一边要推展那个 产销履历跟吉隆普 整个地区的地方的产业 都推广起来 那相对的 我们在台北市的拍卖价格 也比较高 今天台北市的拍卖价格 平均的最高价才40块左右 我们的班员有拍卖到50几块 从电脑工程师转行种苦瓜的蔡吉隆 苦涩的转业辛酸 如今已经变成了甘甜的成果 他带领的产销班 在101、102年度 获得了全国十大基优及原谱的肯定 我从回来才知道认识我们的土地 是长得怎样 回来这边就是把重心都学在 变成在研究这种农业知识上 把它变成我的吸收 然后再把我的吸收分享给班员这样 更难得的是 蔡吉隆分享新知和技术的概念 这几年真的把整个布袋镇 菜铺社区的农民都带动了起来 让他们看到了投入农业的新希望 其实你要看你的土地适合种什么 我们再来决定种什么 不要说人家种什么好 你就盲目的跟它种 那我种了苦瓜以后 觉得不错 那我就觉得我的土地真的是适合种苦瓜 那我才会把重点都放在苦瓜上 以前的苦瓜都是苦涩苦涩 现在是苦干苦干 而且它的肉 现在的品种都是它的肉都蛮厚的 吃起来都很好吃 你辛苦就是说 你从不会到会的那一个阶段 是收获最大的 那刚开始真的我种的时候 刚开始遇到挫折蛮大的 因为对农业知识一点都不懂 那后来也是慢慢的跟我们这边的长辈学习 然后农民学院也办一些农民课程 从知识慢慢记忆吸收 然后改进我们的种植方法 大家都跟着起来 接收我们的理念这样 吉隆埔的话 它是要求安全用药 农娘鼠的抽检 抽检检验 我们都是合格 所以我们才会得到这个荣誉 苦瓜的滋味不是人人爱 因为总让人觉得苦涩 但这入口的苦 却蕴含着极高的营养 蔡吉隆特别强调 现在改良过的苦瓜 早已是化苦为干 值得大家多多的食用 苦瓜可以多变化的料理 在菜铺社区产销般妈妈的精心烹调下 美味营养坚固的苦瓜上桌了 他们的苦瓜滋味不但甜美 而且人情味十足 柜林国小师生和蔬食的午餐约会 越来越值得期待了 因为他们的有机菜园 种出了好食材 他们怎么运用呢 除了吃下肚获取营养 还能有知识上的增长 为什么呢 赶快来柜林国小一起吃午餐吧 明恩县谷坑乡的柜林国小 操场上进行的篮球赛 看起来相当激烈 这一群学生都是六年级 前不久才代表学校到校外比赛篮球 得到了第二名的佳鸡 但在参与赛事的过程当中 为了帮学生准备餐点 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比赛有三天的赛程 蔬食的饭卷 传统的排骨便当 素食自助餐 吃蔬食可是在体力上 还是一样的非常好 所以还是得到全线第二名 原来从2007年开始 就逐渐采取蔬食午餐的柜林国小 学生们不但没有排斥 反而乐于蔬食 因为吃了之后身体会健康 因为肉质大部分都是酸性的 对身体比较不好 然后蔬食可以 就是让身体比较健康 这里每天的营养午餐 都很有变化 然后星期二和星期四 还有水果 星期三也有点心和面包 所以吃得很习惯 因为吃蔬食 自己身体可以健康 从民国80年就到桂林国小任教的彭湘珍老师 也分享了当初积极推动蔬食午餐的原因 看到孩子呢 因为那时候有时候小孩子早上一大早来 有时候他们会背课文啊 或是来交联络部 又是发现说 他们只要一开口 他们那个的口气 我就会问他说 他们前一天吃了什么食物 然后那时候他们常常有肚子痛的情形 他们常常去找我们学校的护士阿姨 护士就会跟他们讲 说也问到饮食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从饮食上改变 能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来到学校学习 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学习 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感谢父母 感谢大家的努力 感谢所有食物 为我们的牺牲 大家请慢用 慢慢用 这一间山上的小学 其实很迷你 学生只有48位 加上老师 教职员工 每天学校厨房 大约要制作65份的蔬食午餐 分量的确比一般的学校 要来的少量许多 但是对于营养均衡的原则 校方不断用心设计 更希望让学生们可以学习 如何选择健康的好食物 当然菜色要多变化 所以那个饭呢 我们就加入食谷米 所以我们在地的食材呢 我们尽量都把它设计进来 最重要是玉米农堂 意大利面 他们会说老师 今天很好吃 那不是说老师礼拜上我们来吃什么 老师庆祝我们来吃什么 会啊 他们会反应 那这学期我们也做过两次 菜色意见调查 只要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提供它 当然是学校在办学的角度上 经营上 它也许不能多元到 每一种都满足你的需求 但是我们应该透过一个选择的方式 让它去做选择 然后特别是饮食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桂林国小透过蔬食 推行食育教育 让学生能够学习如何选择 有益健康的饮食方式 同时 他们还有生活化的教学课程 让学生认识云林古坑 在地农业的特色和知识 来我们看远远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一只什么 来视力好一点的 人面蜘蛛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人面蜘蛛 在人面蜘蛛底下 我们呢 檳榔树底下 你们发现种了很多的什么植物 咖啡树 咖啡树 我们这边种的品种是什么品种 阿拉比卡 对我们这边呢 种的是属于阿拉比卡的咖啡树 咖啡是云林古坑乡的在地农特产 桂林国小的校区隔壁 就有一座咖啡园 六年级的邱昭栋老师 会规划相关的户外课程 让学生们实际体验 人与大自然 共职与共生习的神秘教育 每褪皮一次 身体就这样 换一次 所以呢 老师跟各位讲 我们可以知道呢 我们这个咖啡园 其实没有下任何的样 为什么 因为飘虫 最喜欢吃的是牙虫 这样知道吗 所以他已经可以在这边生活了 你看哦 他最喜欢吃的是牙虫 另外的有机菜园区 一二年级的小朋友 正在努力地拔高丽菜 吃什么菜 高丽菜 高丽菜 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哦 你们要把高丽菜拿去哪里啊 阿姨帮我们煮这个高丽菜 好啊 我们是透过一个实践的方式 如果说至少保留一个礼拜一天或两天 我觉得那是可以坚持的 那就是我们透过自己的行动 来执行说 我来做某一件事情 因为以节能减态来讲 的确是这样子 当我每天能够吃着很健康 清净的有机蔬食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感恩 也很幸福这样子 看完今天的节目 有没有觉得大脑保养真的很重要啊 不要再常常忘了吃蔬菜水果 因为蔬果里的营养素 包括维生素C 维生素E 维生素B群和植化素 对于身体和大脑的疾病预防保健 真的很有帮助哦 蔬果生活制 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 reminders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 çıkar 早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